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北有阿尔泰山 中部是天山 这三座大山之间环抱着中国最大的两个盆地 新疆身居亚欧大陆中心 处于极度干旱的地带 天山上的近万条冰川 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储存了大量水源 从这里发源了三百七十多条河流和众多湖泊 水将这片干旱之地的命运彻底改变 天阁尔峰海拔四千五百六十二目 因为攀登难度较小 很多登山者的雪山之旅从这里开始 而他们的更高目标是一百三十五公里外的伯格达峰 在海拔五千米级别的高山中 伯格达峰的攀登难度排名第二 大气环境的变化和频繁的人类活动加速了冰川消融 为了保护冰川 伯格达峰不再对外开放 或许远跳而不去打扰 是欣赏他的最好方式 绕行过伯格达峰 我们会看到镶嵌在他北坡山腰上的天池 天池是典型的高山湖泊 海拔高度一千九百多米 依靠天山冰川溶水和雨水 天池为下游河流提供水源补给 从高到低 大地逐渐描绘出一幅蓬勃的生命途径 飞行到天山中部 一个巨大的山间盆地出现在眼前 这是仅次于呼伦贝尔的中国第二大草原 在平坦的草原上 一个小小的外力就能改变河流的方向 由天山溶水汇成的开都河 全长五百多公里 拥有弯道一万多处 太阳落山时 只要找准最佳观赏点 人们甚至能同时看到九个太阳的倒影 草原中隐藏着天鹅自然保护区 此时正值天鹅繁殖季节 今年又有一百多只小天鹅在这里出生 小天鹅要在未来几个月里学会飞行 冬天到来前 它们就要开启生命中第一次迁徙的旅程 喜马拉雅山将会是它们飞行途中的第一个挑战 乌鲁木齐是全世界离海洋最远的大城市 最近的海洋在两千公里之外 但它也是离冰川最近的大城市 一百多公里外的冰川为它提供水源 很长一段时间 中央电视台天鹅预报提到乌鲁木齐时 出现的图片就是这座国际大巴扎 巴扎是集市的意思 当地有句俗话说 巴扎里除了父母 什么都可以找到 在新疆 万物都是色彩搭配的高手 九月 十盒子的棉花率先登场 人们印象中的棉花是白色的 其实自然界中存在彩色棉花 这些棕色棉花就是其中一种 棉花可以用来制作纸币 比如人民币的主要成分就来自棉花 十盒子 阳光充足 每年产出的棉花需要九千辆卡车 才能装完 跟棉花相比 番茄是这片大地的新移民 它来到新疆只有短短几十年 番茄这类红色作物 喜好充足的日照和剧烈的温差 新疆全年日照时间超过两千五百小时 昼夜温差高达十几摄氏度 来到新疆 番茄算是找对了婆家 今天新疆的番茄加工量仅次于美国和意大利 全球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来自这里 人们喜欢把辣椒晾晒在戈壁滩上 炎热干燥的大地是天然的脱水加工厂 并不是所有辣椒都甘心被吃掉 这里的辣椒尤其暧昧 它们被做成色素 成为口红的原料 沿天山北坡向西飞行 峡谷是常见的景观 发源于雪山的河流从陡坡冲向 在大地上切出万丈悬崖 从高空看 安极海大峡谷色彩最为丰富 河流将不同颜色的沙岩和泥岩冲刷溶解 形成了一幅大地抽象画 石盒子凉皮在新疆可谓名声在外 而且品牌繁多 石盒子人都认为 比起其他地方的凉皮 本地凉皮的制作工艺更复杂 做出来的成品色泽更鲜亮 口感也更筋道 而白家凉皮的创始人 翰丽最拿手的 就是他研制的调味料 经他的调味料调制了凉皮 吃起来酸辣可口 久久留香 小丑你看我来先瞧 你看在后面的气味 你来瞧 54岁的汉丽 足迹山东 高中毕业后 曾在石盒子八一茅房厂工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开始推小车卖凉皮 后来干脆以丈夫白清宝的姓 命名了自家的凉皮 由于汉丽做的凉皮 口感筋道 风味独特 白家凉皮的名声越来越大 汉丽还被认定为 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全江各地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向他拜师学义 如今 汉丽夫妇已经前前后后 带出了两百多名学生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悖论 认为辣椒具备驱失的功效 因此也成为了 长江流域人们的解困之道 但在气候干燥的新疆 这种功能说完全不成立 这里的人们喜爱辣椒 让辣椒每时每刻都出现在羊肉串 大盘鸡和辣条子里 这时候辣作为一种美学的存在 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 以及离别的香肠 总觉得它是一种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就是会一直一直不停地吃的 这种 这就是不爱不欢的 我觉得年轻人都喜欢吃辣的 吃什么都喜欢吃辣的 但是炒米粉的辣 跟别的辣还是不一样 辣椒的刺激于挑逗 往往成为面条 米粉这类食物 让人食欲大开的不二法门 但很少会有地方 像乌鲁木齐街头这上千家米粉店一样 让人错不及防 当地一晚爆款的炒米粉 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容器 被辣椒重吃着 似乎辣椒才是解决一日温饱的主角 新疆 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省份 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大规模辣椒种植 让这里成为中国辣椒的重要产区 新疆天然的干燥空气 和全年超过三千小时的日照 成就了制作干辣椒的绝甲烘法 和南方辣椒滋味的清脆辛辣不同 大莫菇烟值般的粗犷豪迈 是干脂辣椒独有的标寒气质 下收结束之后 几十万吨干脂辣椒 将从戈壁滩上汇聚成红色的洪流 蔓延到干燥的西北大地 在曾经的思路上 辣椒还会有新的相遇 为了这一场相遇 文安迪和母亲天不亮就出发了 即将到达安吉海收费站 大漠气候里少见的一场小雨 并没有带来新兴 却让此行的二人变得忧心忡忡 文安迪的母亲周燕来自贵州 从小就和辣椒打交道 一个冬天 文安迪的米粉店要消耗十吨以上的辣椒 辣椒的品质直接影响着生意的好坏 每年挑选辣椒的环节 周燕都必须到场 我就喜欢你家这个辣椒 肉灯灯的肉厨得很 要好看 你看 亮亮的 颜色都还可以 辣度相当好的 相当好的 你看里面铺片 你看这个质量各方面都 好看我们家的米粉才逮的 新疆独特的气候 造就了体型宽大的辣皮子 大红大辣 磊落之间 这种辣椒也是当地炒米粉的王牌搭配 甚至赢得了米粉胶的头衔 三年前 文安迪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炒米粉店 店里的招牌美食 就是这碗三分之一都是辣椒的炒米粉 辣就是在新疆化 人家就是很多时候吃爆辣炒米粉 那最多的体验是什么过瘾 因为新疆人他是比较喜欢吃辣 我们在这个辣椒上的选材 就是不仅仅要突出辣 还要突出它的香 它满足了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有的对辣椒的要求 经过浸泡炒制成酱 干辣椒就成了炒米粉独特口感的灵魂 对90后的文安迪来说 无论产自新疆的辣椒 还是源自南方的米粉 都和他有点特殊的缘分 爷爷呢是50年代的时候 从贵州支援到新疆 一开始其实没有炒米粉 贵州也没有 爷爷呢就开始琢磨 新疆人喜欢吃什么 比如说我们新疆爱吃的炒面拌面 爷爷就用新疆的安卡的辣椒 再带上贵州的酱 综合在一块 把它爆炒出来 细嫩的鸡肉 爽脆的芹菜 弹软的米粉 是炒米粉的标配 入锅爆炒 分分钟出锅 鸡炒中啊 油和酱汁充分融合后 均匀附入在每一根米粉上 使得辣皮子滋香浓郁 辣得恰如其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新疆都是中国连接中亚的桥梁 南来北往 东西贸易的香料都在此挥挤 这里的人们并不缺乏 驾驭香料的能力 开阔的文化事业 和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生活环境 让他们形成了原生 专属的生活美学 四面八方的人慢慢汇聚于此 开始耕耘劳作 开始一日三餐的寒长淋漓 岁月如梭 关山飞渡 在耳边吟诵的是 认识谁来 天山脚下 都是我的家 万里之外的大西洋 在伊犁河谷 大展磨岭 向西打开的谷口 最大限度迎接了大西洋 带来的水气 丰沛的降雨和雪山溶水 打造了这片赛上江南 一进入四月 伊犁河谷的杏花 就迫不及待地绽放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 杏花是江南的象征 其实他们能够忍耐 干旱与严寒 更适合生活在北方 杏花从开放到凋谢 只有短短一周时间 尽管如此 杏花依旧演绎了一幕 别有风情的春意盎然 伊犁河谷的每一道沟谷里 都呈现着不一样的精彩 六月 薰衣草开始盛开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 中国的薰衣草香料 全靠进口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人们在几个省份 分别进行施种 等待了六年之后 只有伊犁培育成功 今天 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薰衣草 都来自这里 伊犁河谷的西部 有一座奇特的小城 要破解这座县城的玄机 需要从高空往下看 这是从八卦图中获得的灵感 七十多年前 特克斯城的县长 用二十头牛拉着梨 从中心出发 划出了八卦城街道的雏形 八条主干道 加上四条环路 整座县城环环相连 道道相通 伊犁河谷的冬季 想要收获更多惊喜 人类需要动物朋友的帮助 训练金雕捕猎 这是哈萨克人的传统 金雕是世界上 最厉害的猛禽之一 两米的翼盏 让它可以轻松地滑行 金雕还拥有八倍于人类的敏锐视觉 接近三百二十公里的俯冲时速 很难有猎物 能从这位高超的古猎者手中逃脱 赛果高速 是新疆第一条山区高速公路 它要经过许多险峻的山谷 其中最大的落差出现在果子沟 它是一里通往北疆的门户 穿越这座大桥 赛里木湖就在前方 环湖自行车赛 在每年的春夏之交举行 骑手们一路翻山越岭 抵达赛里木湖湖畔 这段路程被称为最美赛段 赛里木湖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结果 当时众多山脉隆起 在高山之间形成了许多断线的盆地 赛里木湖作为其中之一 逐渐演变成为高山封闭湖 除了少量微生物 没有鱼类能在这里生存 后来人们在湖里成功投养了冷水鱼 鱼类的增多吸引了更多的鸟 它们追寻着食物的气息而来 大风长年在此东奔西土 把岩层侵蚀出不同的样子 形成独特的亚丹地貌 海上魔鬼城位于吉利湖东岸 湖水为它引来生命 峭壁上的洞穴是鸟类栖息的家园 飞行三百公里 进入准嘎尔盆地 另一座魔鬼城赫然可见 这里曾经也是水草风貌的动物乐园 亿万年前的众多生命 成为今天漆黑黏稠 贵笔金子的缘由 随着石油开采 戈壁上长出了一座城市 克拉玛伊 往东部飞行 深入中国第二大沙漠 在沙漠上空俯瞰大地 一片金色的叶脉 延绵十几公里 这些脉绵其实是高度超过十米 长达数公里的沙龙 和流动沙漠不同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部 主要是由固定和半固定的沙丘组成 受风向影响 曲线状的沙龙沿着南北走向延伸 从高空看 褐色的大地上布满了自有伸展的树枝 沙漠的东侧是卡拉麦里 它的外表看起来一片死寂 深入腹地 你将捕捉到它生机勃勃的一面 蒙古野驴是我们在这里最常遇到的动物朋友 到了冬季 野驴们组成一个声势浩荡的集体 一只信得过的野驴肩负起首领的重任 一旦发生危险 它会迅速发出预警信号 在首领的带领下 野驴维持着整齐的队形 快速撤退 超过六十公里的时速 甚至连狼群都追不上它们 你可能以为这又是一群野驴掠过 其实这是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马种类 普世野马已经繁衍生息了六千万年 黑色的小腿是它区别于野驴的重要标志 普世野马在中国一度灭绝 在三十多年前 人们用阿尔金山野驴从国外换回了十八匹普世野马 在人类的帮助下 普世野马重新学会了野外的生存技能 一匹匹野马从这里毕业 走向荒原 由南向北 穿过准嘎尔盆地 我们将逐渐靠近新疆最北端的山脉 阿尔泰山 这里有中国最低的血线 三千米之上 中年冰封 一百五十米深的三号矿坑 是一座稀有金属库 地球上已知的一百四十种矿物 在这里就发现了八十六种 正是有了这些稀有金属 神舟系列航天飞船 阿尔泰山的密林 演映着一座看似平静的湖泊 卡纳斯湖水深将近一百九十米 深水之下的世界不为人知 关于湖中水怪的木鸡事件 层出不穷 据说湖边饮水的马匹 也曾被水怪拖入水中 许多游客不远万里来到卡纳斯湖 希望一睹水怪的模样 大部分科学家认为 所谓的水怪 是生活在湖水深处的折罗鲑鱼 这种鱼的体长有得接近两米 它们性情凶猛 行踪诡逆 只是偶尔浮出水面 掀起白浪 在中国的南卫尖 有很多不同的席 стве上 的浓润 有十分美丶美不同的海 的热物 香港新asis是健康在爭氣管中ес asi的擁熱 能贏的岳海 其是在其中最大泰化的湘度 它是泣泡江湖的平量 perhaps it's the fear of what lies below the surface that has stirred up legends of a lake monster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ightings of the creature in the lake it is said that horses drinking by the lake were once dragged into the water by the monster many tourists come all the way to the cannes lake hoping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mysterious marine creature most scientists believe the so-called water monster is a hucho bleaker living deep below the surface some of these freshwater salmon can grow up to nearly two meters long they can be ferocious and secretive but occasionally emerge from the water and make waves the warm and humid atlantic air currents travel over 6900 kilometers of land into the altay mountains and bring more than 600 millimeters of precipitation every year nurturing the largest siberian taiga forest and are mostly composed of tall and straight fir and pine trees they grow and multiply by the cannes lake carrying their life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地处阿尔泰山脉中段南坡的喀纳斯 位于地球的中高维度 有着2850米左右 中国最低的雪线 从海拔1374米的喀纳斯湖向北 四百平方千米的冰川横雪带 一望无际 白茫茫的世界里 大地进入了冬眠 河湖的河湖 河湖的出现是个例外 厚厚的积雪和极度严寒 并没有让它有任何畏缩 封石的脂肪 封石的脂肪 使河湖蓄积了足够的卡路里 来抵御岩海 雪山连绵 湖水冰封 喀纳斯湖涌向湖口的湍急水流 还没有来得及结冰 这给觅食的河湖 打开一条便捷的通道 冰层下方的石营幼虫和草根 对擅长跳水和潜水的河湖来说 都是用来储备体能 帮助月冬的美味 受西风带的影响 喀纳斯的冬季降水 比其他季节都更为丰富 长达八个月的降雪期 还有两百天左右的积雪期 让喀纳斯笼罩在冰天雪地之中 雪深最多时可以超过两米 如此丰厚的降雪给月冬的大地 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色棉被 也为休眠期的喀纳斯包运着巨大的生机 茫茫雪原上曾经繁盛的植被 不得不屈服于积雪之下 忍不住饥饿的马鹿 也出来巡视了 马鹿有着与骏马近似的提醒 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冰川起 能够经受住当时酷寒的冬天 得以存活至今 说明它对于寒冷有着惊人的耐受力 面临冬季食物的匮乏 马鹿并没有显出一丝慌张 鸡雪下深埋着足以果腹的枯草 森林里顶着一层冰雪的松树叶子 对它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蕴藏着丰富植被的喀纳斯 即使在寒冷肆虐的冬季 也显露出冰雪难以覆盖的生命迹象 每当季节变化 牧民们都要更换一次牧场 背上家当 赶着牛羊 这一次他们要前往的是 三百多公里之外的夏季牧场 领路的常常是妇女 她们牵着骆驼运输食物和日用品 走在最前面 天黑之前 她们可以在前方扎营生火 男人们负责在队伍后方看管牛羊 这是家中最重要的财产 根据牧草的生长周期 有序地为牲畜转移草场 每年这样大规模的转场至少有四次 千禧的路途数百甚至上千公里 哈萨克族算得上是世界上搬家最多的民族 高山之上有最优质的牧草 每年六月前后 新疆的夏牧场会迎来超过一千万只牲畜 夏天是她们仰镖的最佳时节 在冬天来临之前 牧民们将带着牛羊从高山往下迁徙 回到温暖的河谷堤地 新疆的转场是在不同高度上的移动 牧民们总能敏锐地踩到季节的节拍 雪岭云山生活在天山深处 它们的根系发达 每一棵大树都像是一座小型水库 可以储水2.5吨 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 甚至超过了同纬度海水的蒸发速度 升腾的水汽容易形成降雨 成片的雪岭云山 在努力塑造湿润气候的同时 也涵养了草原 出生在库车的音乐人何丽特地回到家乡 带我去看看今天人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的音乐和诗歌 据说像这样的老茶馆 在过去是丝绸之路上的信息交汇中心 而今天它又代表着独属于绿洲的麦生活 它这个下棋既不是五子棋也不是围棋 它这个子是可以挪动的 可能是邦旗 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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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呢就是 你这样子 不烫 你这样子 你这样子 焖一会儿 在新疆它这个生活节奏 其实跟内地相比的话 它是很慢的很悠闲的 甚至是 这就是茶点吗 所以囊就是茶点 在一块儿泡一下 可以蘸一下 这样来吃 它就不那么干了 别有一番风味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库车大囊 库车大囊是吧 对 比平时我们看到的囊要大很多 对 而且比较薄 有囊就是家 有囊就是家 现在就回到家了 你看 它这个一张囊大概要烤多长时间呢 7分钟左右 就类似于那种标花的那种工艺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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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均匀的啊 对 女士问说 这个女孩子 她会做囊 她会打囊 她会打囊 谢学谢麦 对 法兰 打囊 不是 词 很好看 可是这 cont辣 pas 上WW 刚才去她的 好吃吗 来 别尝一个 超级好吃 塔里木盆地的中央 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沙漠的大小相当于江苏 浙江 安徽三省的面积之河 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进得去 出不来 这是最危险的沙漠 超过80%的沙丘随风流动 一千年来 整个沙漠大约向南延伸了一百公里 在沙漠北边 沿着塔里木河的流向 继续我们的空中旅程 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新疆将近一半的人口 在塔里木河的沙漠 有这样的沙漠 团参那里非常好 本来就是我说这个沙漠的沙漠 相比 written人家 吴红活摇 昂,不要可以在一起 還有一个沙漠的沙漠 很高的沙漠的沙漠 很高的沙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只五百公斤的骆驼 它的体液至少能提供一百二十五公斤的水分 应对缺水 鹅猴岭的本事还不够强大 它们更多的是靠勤劳 冬天它们还能依靠血水解渴 但一到夏天它们就必须不停地奔波在荒漠中寻找寒水的植物 在填饱肚子的同时获得水分 这片蓝绿色的湖水是罗布泊蕴藏的寒盐卤水 它们从地下被抽取上来 在高温的炙烤下形成天然结晶的盐 盐湖只是罗布泊的一小部分 这片区域大多是茫茫的戈壁滩 从高空俯瞰 很多人会把罗布泊当作是外星球 罗布泊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塔里木河注入其中 六十多年前塔里木河下游断流 罗布泊最终干涸 在罗布泊西北岸 楼兰古城遗址中有一处立着的墙壁 因为出土了不少文书 人们猜测这可能是官府 用来存放机密文件的库房 丝绸之路上的古城 因水而生 有的甚至因水得名 这座古城建在柳叶形的核心洲上 曾经有两条河流从它两侧交叉而过 它因此得名 焦河城 当时的人们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方式 直接从生土层向下掏挖 从街道到房屋最终挖出整个城市 焦河城静静坐落在这里 在我们飞行途中还有许多失落古城的遗迹 他们依水而建 彼此接力 为丝绸之路上远行的商队提供补给 没有这些古城 文明和贸易不可能行走得如此之远 罗布泊 位于新疆若羌县东北部 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原的苍茫戈壁中 人迹罕至 被誉为死亡之海 二十世纪初 瑞典人斯文贺定在罗布泊西岸 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 并倒作了大批汉文和驱鲁文 木简 纸文书 纪丝 毛织品等珍贵文物 这处遗址就是楼兰故城 这是一座消失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古城 一致大致呈正方形 风华的城墙残垣 与周围的亚丹地貌融为一体 依稀可见 泥土 芦苇 树枝等 夯柱的遗迹 一条古河道传承而过 将其分成东北西南两区 残毁的佛塔 观鼠 民居 烽火台等建筑遗迹 见证这里曾经的繁荣 也镌刻着岁月留下的沧桑 楼兰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据史记《大渊烈传》记载 楼兰公师义有陈国 林严泽 严泽是罗布泊的古称 公元前七十七年 楼兰更名为善善 善善王请求西汉 前一将 屯田击谷 令臣得一起危重 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至都位 行屯田 楼兰成为汉朝经略西域的重镇 魏晋之时 楼兰称为西域掌使府驻地 在楼兰故城遗址出土括一封 西域掌使转发西进的诏书 内容为西域掌使营写红如书道 如书罗布 宴会十一月念日 如诏书律令 说明西域的政令和法律 行之于新疆地区 而在楼兰发现的西域时期墓简 有 晋守势中大都尉 奉进大侯 亲近善善 燕齐 秋辞 舒乐 于田王 写下诏书道等字样 说明新疆地区各地方首领 备晋朝官职 守西进统霞 自张千通西域后 楼兰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枢纽 塔东通东黄 西北之燕齐玉离 西南到若羌 且末 古丝绸之路 南北两道 在这里交汇 楼兰道上 使者相望于道 商旅 不绝于途 大约在四世纪中叶 楼兰城神秘消失 在此后的典籍文献中 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 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 愿将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 黄煞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中不还 等词句千古流传 楼兰故城遗址被发现之后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 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 1998年 在楼兰故城遗址以北的穆萨 以及银盘墓地 曾经考古发现 数量不少的彩绘木棺 其中一具木棺 长201厘米 宽50至59厘米 通高42.8厘米 棺深四周和棺盖上 会有树袋玉碧纹 云气纹 花卉 朱雀 玄武等图案 均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 这里还出土过 大量做工精细 色彩绚丽的汉景 尚有延年益寿 昌乐光明 延年益寿 以子孙等吉祥字样 无不显示着 中原文化 对这里的浸软 在楼兰构成遗址出土的文物里 既有汉代的五珠钱 也有贵双帝国的铜壁 既有汉代的丝织品 也有波斯风格的壁画 甚至还有希腊 罗马 以雅典纳为图案的工艺品 以及陶器和漆器 证实了楼兰在中原与西域 以及更远的西方 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大多数人是从西游记中 第一次听到火焰山的名字 火焰山的热自古有名 地表温度最高超过七十摄氏度 从高大的温度计上 人们能时时地看到火焰山的气温 地势是造成火焰山酷热的主要原因 这里位于图鲁番盆地的低点 它与周围山地之间的高度落差 有五千多米 热空气在盆地中不易发散 火焰山因此成为同纬度中最热的地方 火焰山寸草不生 但它附近的山谷却是葡萄成荫 据说图鲁番出产中国最甜的葡萄 葡萄风收后被送往蕴房晾晒 蕴房的墙壁留有许多花孔 既能通风又能避免阳光直射在葡萄上 短短四十天 干燥的热风就能把鲜葡萄烘干 葡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 两千年前 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利工程 坎尔井 为了减少蒸发 人们将雪山溶水引入地下沟区 送往农田和村庄 据说 将坎尔井所有的水渠连起来 超过五千公里 借助坎尔井 人们在干旱地带 创造出了农业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优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山的冰川就是固体的水库 维吾尔族人不仅用名渠把冰雪溶水引入村庄田野 而且在地下还挖掘出一种叫做坎尔井的荒漠灌溉系统 把清凉的天山雪水引入了家园 在盛下他们依然安享着天山冰雪的滋润 在屋顶上睡觉 也是火舟生活的又一个清凉时刻 在屋顶上睡觉 有了空调 但人们依然保留着在屋顶上睡觉的习惯 伴着葡萄园的清风 火焰山下的梦 是天底下最甜美的梦 火焰山下的梦 火焰山下的梦 火焰山下的梦